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詩詩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自《新唐人國會山報道》 《Capital Report》製作組 文字發表在大紀元新聞網 本文緊整理部分內容 完整版請收睇國會山報道員節目 《新唐人英文》節目《國會山報道》 近日針對韓國阻止紐約神文藝術團 在韓國劇院演出進行調查 中共駐韓大使館罕見承認了阻止神文在韓國演出 中共政權對神文藝術團的打壓已經持續超過17年 為何大賭乾鍋?他們到底怕什麼呢? 隨著節目調查小組來到韓國 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後發現 這件事涉及的範圍比表面上看起來的要深得多 對專家的訪問 挖掘出中共的紅色長臂已經深入韓國社會 程度之深遠遠超過大眾的想像 韓國啟明大學中國學系教授朱雍·李指出 這種勢力貫穿著韓國社會的每個領域 但不幸的是 這就是現實情況 《真理論壇》創辦人兼主席 David Yun-Ku Kim表示 在首爾國立大學裡有一間中共黨魁 對習近平資料室 裡面就展示和宣傳著中共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前官員 《真理論壇》是 更嚴重的是 總計超過100名國會議員在議會內成立了一個親共團體 韓中議會聯盟 首爾和平獎得主及國防論壇基金會主席 Suzanne Schulte說 我相信親共派控制著國會 由於韓國的戰略重要性日益增長 專家擔心它可能成為下一個爆發戰爭的火藥桶 韓國軍事研究所核能安全高級研究員Tim Tai Wu表示 如果要我指出全世界下一個可能爆發衝突的地方 那我會說首先是台灣 然後就是遲先半島 美國填納西州眾議員Tim Bridgette說 我很擔心這一點 因為韓國在阻止共產擴張方面非常重要 我很擔心他們的滲透 神韻藝術團主持人Lichai Lamiche說 自從神韻2006年成立以來 中共就使用各式各樣的手段 試圖打擊我們各方面的運作 從間諜活動、闖入大家的家 客客攻擊網站、郵件 都用非常危險的方式 擊爆我們巴士和貨車的車輛 對我們的油箱下手等等 最常見的手段是騷擾劇場 恐嚇世界各地的劇院和政府官員 試圖阻止演出、取消合約、撤回贊助 同時還有對神韻的污名化宣傳 在報紙上刊登插業廣告 好像前幾年華盛頓郵報上廣告插業式 宣傳的中國觀察 偽裝成真實的內容 但實際上是付費廣告來誹謗神韻 即使費盡心機 中共政權阻止神韻演出的企圖 在其他國家基本上是失敗 但在韓國情況就不同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前官員 Han Min Ho說 令人擔心的是 之前神韻能在全球演出 唯一不能看到神韻的國家是中國 但現在在韓國 這場演出也被阻撓 這相當令人難堪 在2016年引起國際關注的一件事件中 法庭文件揭示了劇院拒絕神韻的真正原因 神韻藝術團主持人 Rishai Lamiche表示 對我們來說 首爾一直是一個很難找到演出劇場的城市 因為它是首都 中共大使館就在那裡 他們多年來一直試圖搗亂 但那一年 我們本來預訂了KBS劇院 這是韓國最負盛名的藝術劇院 韓國所有的大劇院都是屬於政府 他們由當地或是聯邦政府營運 因此更加容易受到中共勒力的影響 我們當時已經訂了KBS劇院 但就在演出前幾個月 KBS接到中共大使館的信 同時也受到來自政府的壓力 要求取消演出 結果他們就取消了 即使已經賣出了成千上萬的門票 KBS廣播公司仍然屈服於壓力下 取消了我們的演出 就在演出前一個月 也就是2016年4月 當地的主辦方告到地方法院 說我們是有合同 我們正在售票 你不能取消我們的演出 這樣做是非法 法官判決說我們有權演出 所以我們又長生開始售票 大家都在購買 但接著發生的就是 在演出開始前兩天 同一個法院的同一名法官 又根本上背棄了他自己的判決 完全推翻 他說 現在取消演出 並在理由中明確引用 中共大使館的信件 稱韓國廣播公司如果允許神韻演出 將面臨前在的財務損失 中共信件的基本意思是 如果你取消神韻演出 需要賠償一些錢 可能會有一些財務上的損失 但是如果你失去和中國做生意的機會 你將會有更大的損失 因此就不值得冒這個風險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前官員 Han Min Ho說 中共對我們韓國的媒體集團KBS 及國內一些重要的演出場地施壓 特別是那些由地方政府營運的場地 甚至對大學施加壓力 完全封鎖這場演出 這事實令人感到震驚和難堪 2022年市政廳的一次內部會議後 當時有官員提出 允許神韻上演 可能會導致與中國關係惡化 韓國法輪大法學會會長 框框大話 所有十三個地方政府一致拒絕了神韻 如果沒有政府的強力干預 那是幾乎不可能 事實上 地方政府的領導人拒絕神韻演出 還有其他原因 在2000年初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和韓國前總統 這麼大宗之間有一個秘密協議 該協議據稱使得韓國在台灣、西藏和法輪功議題上 都遵從中共的立場 這樣導致韓國的很多劇院都受到這個政治標籤的影響 新唐人電視台的調查小組聯繫了相關的韓國劇院、政府機構 以及超過40名韓國國會議員 在節目影片發布之前 製作組並沒有收到他們對於這件事的任何回應 美國駐韓國大使館表示 他們對這個問題沒有評論 首爾和平獎得主及國防論壇基金會主席 Suzanne Sholte表示 坦白說 我很震驚 但我認為這是一個例證 說明韓國的情況有多差? 韓國啟明大學中國學系教授李傑雍表示 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間 中共對韓國社會已經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資產、經濟投資和文化投資 所以中共成功地把韓國社會捲入了中國的金錢關係 VON新聞行政總裁Kim Mi-yong回應說 中國成功地進行了改革開放 創建了一個不錯的社會 但並沒有推翻共產主義制度 因此很多韓國人認為 與其相信自由和民主不如令朝鮮更似中國 隨著時間的推移 韓國人對自由和民主的信心就會降低 這是一個令人擔心的趨勢 首爾和平獎得主及國防論壇 韓國人基金會主席Suzanne Schulte說 我相信親共產主義者、親獨裁者控制著國會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需要清醒地意識到 舉個例 韓國的議會幾年前通過一項法例 禁止散發傳單、發射氣球 禁止跨越邊境向朝鮮分享信息 他們為何要這樣做? 因為金正恩政權要求這樣做 本來這些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能夠使遲先人民了解真相 但國會投票禁止了這一切 就是剛剛過去的10月份 這項議會的法案被裁定違憲 但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 所以從某程度說 這些發生在韓國是令人震驚 但當我們了解那裡的環境時 這就說得通了 他說 如果中共在韓國擁有這麼強大的影響力 他們就會試圖禁止好像神韻那樣的演出 神韻展現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化之美 而這些正是中共企圖抹殺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裏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8人 juvenile 李答案 你厲害 三年